我说人为什么要拍照 人活得好好的 他为什么要拍照 到底是为了要回一味 回什么味 回自己的味 回自己和大家生活的味 回经历和体验的味 回感受深刻的味 回悲观的一个喜怒爱乐的味 什么味的照片才叫好呢 白的漂亮 白的潇洒 白的金属 白的对一 白的精彩 白的出色 白的真情 白的智慧 白的清淡的万法 不归那么的喜事 连连乌远回 白的华人大吴 破镜中烟 白的平常清淡的倒 白的智慧 有什么软片这么好啊 BRRA KONIGA KARA BRUM 他抓得住我 一次OK 你这个老东西 COMIKA KARA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老东西 我是Android王 这是一则1986年的 KONIKA底片广告 虽然李立群老师在近几年 比较少出现在台湾的影视作品当中 但他當年這支廣告可是在許多人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只可惜你現在基本上是買不到沒有過期的KONICA底片 因為KONICA在2006年的時候退出了攝影產業 並且在2007年停止所有相關商品的生產 那我們把時間往前推一點 在7月2000年左右 數位相機越來越普及 這也代表著底片的業務會急劇的減少 那很多相機大廠都遇到這樣的窘境 KONICA為了不要被時代淘汰 選擇與相機大廠MINOTA合作 成立了KONICA MINOTA 在2006年的時候正式宣布推出相機產業 並且也將SLR的部分技術資產賣給Sony 在底片的那個年代 KONICA的加盟店可以說是遍佈台灣的大街小巷 那它販賣的商品當然不只有底片 也有相機 包括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台KONICA C35 EF 這系列在當時可以說是非常熱銷的PSG C35的型號有很多 型號之間也有不少的差異 而EF就是其中的一款 C35最早是在1967年發表 而後續也推出了17款的型號 EF是在1974年發表 它是日本第一台擁有內置閃光燈的相機 1906年KONICA對於C35 EF做了一些改動 在外觀上只有些許的差異 第一個是新增了快門的定時波桿 第二個就是把閃光燈的開關 從黑色改成了橘色 當然也做了一些外觀上看不出來的改變 譬如快門速度新增了250分之一 最小光圈從F16改成F22 雖然做出了一些改變 但使用的鏡頭跟它的型號都相同 By the way C35有一半以上的型號都是搭配 Hexterna 38mm F2.8這顆鏡頭 這顆鏡頭可以說是KONICA的得意之作 成像品質非常優異 甚至能夠媲美萊卡 它的定位雖然是一般的家庭用機 但卻搭配著一顆那麼優異的鏡頭 不論在當時或現在都有蠻高的評價 再加上超最簡單 能夠成為熱銷商品真的是一點都不意外 那一支閃光燈在當時可以說是一項創舉 雖然加入一顆這麼顯眼的閃光燈 但它依舊保持了PSG的輕便體積 機身正面右下角這個開關 向左波動就可以開啟閃光燈 我自己真的是超愛它這個彈起來的感覺 開啟閃光燈之後它會進入一個蓄能的狀態 會發出一個很高頻的聲音 完成蓄能後機頂的回片裝置旁 還有觀景霜左側的燈號都會亮起取燈 按下快門觸發閃光燈之後 它就會再次進入蓄能的狀態 這台相機的光圈最大是F2.8 最小是F22 快門速度有1.250、1.125、1.30 曝光模式只有城市曝光 所以以上的這些參數都不能自己調整 相機為自動測光並且決定參數 觀景霜內右側為顯示當前的光圈 曝光不足時指針會降到最底 表示建議開啟閃光燈 左側指針是會依據C35採用的孤膠距離 直到相對應的圖示 鏡頭外圈可以調整對焦距離 轉動鏡頭內圈可以設定底片的ISO 從25到400 C35EF是採用孤膠的對焦方式 你必須自己去判斷你跟拍攝物之間的距離做調整 接下來就是實拍的照片分享給你們 KONICA對相機產業的貢獻絕對不亞於當今的相機大廠 不過我們沒有機會看到KONICA繼續在相機產業發展 但透過C35或其他KONICA的老相機拍攝的同時 我們能夠感受到KONICA的喜日風采 謝謝我的好朋友四哥見我們這台C35 那記得喜歡 訂閱 分享 鈴鐺 也別忘了追蹤我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你知道的龍希 下次見